大家看到新中國聯邦6月4號的另外一個價值 就是新中國聯邦向全世界展示了過去用事實那個視頻 來證明了新聯邦說的能動發聲 也給全世界一個最大的警告 同時加速了共產黨的經濟的崩塌 經濟的滅亡 然後我們的信心就是共產黨的真真正正最恐怖的 因為我們會得到人心 它最怕失去人心 特別怕老百姓聰明 智慧 發現了真相 這也是六四那天帶來的意義 六四這個字太了不起了 死亡和希望 滅絕人性和一個無私的奉獻和分享 所有六四的生硬的坦克 對同類的摧殘 和最後的洗腦和對鮮血的整個的在天安門上的全部給抹殺 和新中國聯邦為他們 數不相識的同胞爭取真相 維護他的權利利益 保護他們的家人 而且無私地展示和共享美好的未來 我們代表了陽光 健康 希望 美好 和諧 是不是人類的最基本的主題 而過去的六四是代表了死亡 殘忍 暴掠 對同類的鎮 這裏邊的意義是多大呢 那個酒 那個喝 那個吃 不是那個戰友說你貧窮 你貧情不是因為新中國聯邦 你貧情如果跟我一起滅共 你就不貧窮 你要問你為什麼貧窮 是共產黨讓你貧窮 我們展示這些圖片這些東西不是懸繞 是告訴全世界一個基本的真相 我們能沒有共產黨也能活得更幸福更快樂 更有尊嚴 更安全 而且是高尚的 我們有喜馬拉雅的目標 我們有一個建設行主聯邦的信仰 我們有個滅共的宗教的一樣的意志 這才是目的 所以說我們這一切 都給共產黨每時每刻帶來了巨大的威脅 它必然被滅 那麼相信這些滅亡的人 當然會離開中共國 離開香港 喜避必然無限強大 你們看到這喜避 還早著呢 共產黨最近對我們進行了一系列的失壞之後 他發現不但沒失壞 雖然沒有馬 按照時間發給我們牌照 但是人家現在發現了一個問題 喜避如此之穩定 經歷過了這個數字的 整個貨幣的一個大崩潰的時代 更加相信我們 我們更有機會 所以共產黨的愚蠢它永遠是給自己挖坑的